感謝大家今天幫我們前來 大家有看了一下全靠老師的 稍微帶到了這個合作的運氣 稍微再簡單的講述一下 是在這次合作裡面 所辦的一個角色 很開心能夠跟老師 跟職業的關係開始認識 那認識了之後 其實創作者跟創作者這件事情 很快大家就會想先 我一點點想要玩一玩 因為創作者就是這樣 你會提不下來 而且我碰到很有才華 你會忍不住想要跟他 有些創意的同化 所以我們在第一次認識之後 我們就很想聽聽老師 怎麼開在Severa的運氣來 老師也會覺得很有趣 他來台灣叫做 因為那時候是他在一個 收假的一個過程中 來台灣的運氣 所以他認識了我們之後 他也覺得很有趣 台灣的雖然是一個小島 但是DL是蠻多 很有努力的一些工作 創意跟樂隊 因為他覺得蠻有趣的 當時他其實比較 他心思一個樂團 就是知名樂團的舞場 他只能覺得這個男生很有趣 也就是在我們夜台之前 然後後來回去之後 他自己把今天的行程 做一個日記 放到他的網絲上面 所以我想到很多網友 日本的網友認出阿信 然後就來 跟他拍照 就看到他在網絲上 做完大量的留言 他自己就嚇了一跳 原來阿信是超越他想像中的 剛才老師在那個影片裡面 有大概提到這一段 所以也這樣更產生 老師對於我們這樣一個 做得到情緒隊的一個興趣 所以後來老師他自己也提出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他覺得阿信個人的魅力 他覺得扮演了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在那個之前 其實阿信他自己是 不希望你拍人 他說他這輩子 其實他不會出任何的寫正記 因為他知道他 他不是走那個路線 所以他自己是 完全不做任何事 因為在那個裏面 老師很希望透過阿信的 個人的內力去 帶出是內容整個一個形象 所以後來我們再跟 這雙方在 公眾的個人都不好 阿信他也沒辦法 所以他覺得 他試試看 就像他講是 如果老師的風格是這樣 他覺得應該可以 躲遇他以前的經典性的影響 所以後來這個裏面就 就滿滿的產行 那後來後續其實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溝通 其實出到日本去做整個的拍攝 他過程中 就是阿信 其實我們從老師 學到的非常多 那最多的是不是 其實在我們還沒有 那麼了解老師的作品以前 我們都以為 尤其我們自己是影像中間 我們都以為 應該是透過後製去調出來吧 因為那顏色那麼的不真實 應該是用電腦調的 但後來你到了現場 發現老師工作的模式 之後你會發現 那是完全是另外一種事情 因為老師對於他拍攝的對象 或講究的程度 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如果那個 那朵花 那朵花它如果本身的色彩 沒有到那個 保留的程度 事實上你這樣塗 會爆掉 如果你真的比較懂一下 他會知道那個會爆掉 那會變成另外一個不真實的色彩 你看老師的作品裡面 那個是非常的自然 所以我們才知道 那朵花在前置作業 那朵花不是他今天看到他漂亮去拍 他是要讓他非常漂亮做 他常常去拍的 所以那一步的準備變成非常的長 所以在那個現場 其實老師要工作的就是一瞬間 所以他會變成 他拍很快 就像阿鑫講的 其實大概花了幾天就拍完了 可是那前置作業是非常長的 比如說這個場景的設定 我們需要這些東西 那他的色彩是否符合老師的需求 其實他的情境作業非常的勇強 那也讓我們見識到說 所以為什麼一個日本的攝影大師 他之所以用色彩這兩個字 就可以成名整個亞洲 那我覺得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那再來進到寫真書的時候 又是一個我們前所未見的一種 一種看稿的方式 因為一般我們在台灣 就用印刷品 都是用打樣的 大家稱為美女都很清楚 就是我們打樣出來的角色 叫做對 問題就用印刷 那對老師來講 那本書就是他的作品 所以每一張印刷出來的 是完整的 他無法用打樣品來想像完整品 所以他說 可不可以用完整品來校色 那當然是可以啦 但成人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全部要開版 開版整本印刷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打樣 打樣收到日本 把新校色完好調整 不行 再打一次版 就是再開一次版 所以我們的校色 全部都是用完成品校色 那這個給我們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學習 因為 以前沒有碰過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像這樣走 很浪費錢 而且很浪費時間 而當我們慢慢解釋到一個創作者 對於他作品的堅持是 他看待內張就有不同 他拍出來內張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 原來為什麼他會 把他的作品照顧到這麼的好 其實就是他堅持到最後一刻 因為如果他只是把打量到 就是他作品就OK了 那印刷出來效果不好 他就等於就白對了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就去了解到 為什麼人家 可以成為一個 一旦的攝影罵 就是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都堅持到最後一台 所以我們也很能夠了解 老實說 他是不是非常非常遺憾 所以他也剛好利用他 前段時間我來台灣工作 趕快就幫你把一些 工作再聚焦去對一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對我們是一個 真的很好的學習 那我覺得斯黑瑞 其實從台灣出發 除了我們自己 不斷地用台灣的一些 創意的學去 溝通這個市場以外 我們也很希望 能夠把台灣的創意 帶到台灣以外 去跟國際接位 所以我們很希望 能夠跟國際的那些 也就是攝影師 藝術家 能夠有些合作 當然能看到台灣人的一些 不管是創意上面 或是各種 各種想法上面的一些 活力 那他們如果能夠認同我們 跟我們有些回作之外 之外 我覺得除了能夠把好的 東西帶回台灣 更重要的是說 把台灣的好東西 也帶到日本 或是香港 或是上海 那我認識說 台灣的雖然是一個小島 可是其實我們有很多 很有活力的創意 活靠 能夠走出台灣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現在做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 是做的 對 那接下來就 就歡迎大家 可以來到這個地方來 感受 全他老師 各樣什麼都能夠 打造的這個 非常美麗 謝謝